过去几年来 电子书的兴盛似乎是不可挡 而且市场上充满了 各式便宜的电子书和品装书 但是位于伦敦的一家独立出版社 它使百年来传统的装订方法 再次复活且兴盛了起来 迈克·科伦在2006年 成立了这家橘子出版社 专门出版可能不会受到 应有瞩目的作家作品 迈克原本是位木匠 现在则是结合了他对文学的喜爱 与对手工制作精致艺品的热情 每一本书都是在他的小小工作室中 手工制作而成 他的这项出版事业 最近刚满十周年 让一些不再受到喜爱的 或是已经绝版的 或是没有版权的作品 重现世面 迈克最近才再版了 杰克·伦敦1903年的经典之作 即使小说《深渊居民》的手工精装版 同时也出版了一些 新晋作家的作品 我觉得它是深入的在我们的思维 这种形式和这种作品的方法 并没有太多改变 在近500年之后 它仍然使用同样的技巧 人们仍然想要自己的东西 他们仍然想要自己的本书 他们仍然想要自己的本书 我仍然想要自己的本书 然后将它在自己的本书 然后把人传给它 评论上的歌词 迈克的作家名单中 由地下英国诗人与艺术家 比利·查尔迪西 比利最近的一本诗集 由橘子出版社制作 才两个星期就全部受庆 毕竟除了书的内容吸引人 一本精致的书 本身就让人忍不住 想要收藏起来